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立伟首次遨游太空 中国人终于圆了千载的飞天梦 从首次实现载人航天飞行到完成太空行走 从把玉兔号送上月球 到追梦火星的天问一号踏上慢慢征程 中国人在追梦太空的道路上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奇迹 但当时光追溯到五十多年前的时代 我国准备执行首个载人航天计划 却因为各方面条件不成熟 不得不放弃 航天大国俱乐部里也根本没有我们的席位 而中国几代航天人 硬是凭着不服输的一股劲 埋头苦干 不为难 不气馁 逢山开路 遇水驾桥 把困难踩在脚下 突破道道难关 这才有了今天的航天圆梦 那么我们的航天人是怎样克服层层险阻的呢 带领航天工作者披荆斩棘的载人航天精神是什么 对于我们今天又有怎样的启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傅丽莎老师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 中国精神第十六集 载人航天精神 大家好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中国精神 1998年 有一个33岁的年轻人 到北京的新单位报到 单位的老人们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说十年以前 有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来访问 演讲的时候说了一段话 他说 人类第一位向往 飞上月球的是谁 是中国古代的一位美丽姑娘 人类第一个登上月球的是谁 是一位美国人 那个美丽的中国姑娘就是嫦娥 那个美国人就是我 这名演讲者叫阿姆斯特朗 这个听故事的年轻人叫杨立伟 五年之后 杨立伟成为浩瀚太空中的第一个中国访客 他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写下一句话 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 中国人来到太空了 这一天是2003年10月15日 距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 已经过去了11年 距离我国科学家首次提出 在日航天的设想 已经过去了35年 而中国人等这一天 又何止等了几十年 中国原本是火箭的故乡 早在一千多年前 我们就发明了火药 并且造出了火药推进制火箭 从嫦娥奔月的传说 到敦煌飞天的壁画 从唐朝的二十八秀 到明代的万户飞天 中华儿女一代又一代 编织对宇宙的向往 和飞天的梦想 然而近代以来 由于闭关锁国 清政府腐败无能 中国从世界强国 沦为任人欺凌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被列强侵略压迫 长达百年 新中国成立后 面对百废待兴的落后局面 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武力威胁 中国共产党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果断做出了 发展两弹一新的战略决策 1956年1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 明确提出 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 要在几十年内 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 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 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同年10月8日 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 正式创建 到了1968年 我国开始启动 首个载人航天计划 曙光一号计划 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基础薄弱 科学技术落后 计划几经波折 最终未能实施 直到1992年9月21日 中央批准正式实施 载人航天工程 代号921 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间 先后有六艘载人飞船 五艘无人飞船 两个空间实验室被送上太空 共计十一名中国航天员 十四人次飞出地球 从航天员飞天 太空行走 到神舟天宫太空接吻 再到新一代载人飞船实验船 横空出世 中国航天人胸怀豹国之志 自强不息锐意进取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 毫无疑问是一个庞大而又艰巨的事业 若是将中国的载人航天 看作是一个宇宙飞船 那么要将它送入太空 运在火箭上 一定有着众多动力强劲的助推器 载人航天精神便是其中之一 那么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 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呢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 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 中国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够开拓创新 突破前进 归根结底在于航天精神的支撑和引领 对于航天精神的科学内涵 我国几代领导人都从不同角度 做出过概括 2003年11月7日 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圆满成功大会上 党中央首次将载人航天精神 总结为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 特别能奉献 这四个特别 2013年7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 神州10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 和参研参事人员代表时强调 我们培养造就了一支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 特别能奉献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培育铸就了伟大的 载人航天精神 下面我将就 载人航天精神这四个特别的内涵 分别阐释 第一 特别能吃苦 1998年1月5日 由14名预备航天员组成的 我国第一个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 等待他们的是长达五年的艰苦训练 在基础理论学习阶段 他们要学习58门课 3000多个学士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 杨立伟在连续两年多的时间里 几乎都没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觉 为了解困 他准备了一个特大号的杯子 里面泡满浓茶 熬不住就喝两口 号称魔鬼训练的超重耐力训练 离心机以时速100公里旋转 人坐在里面要经受8个大气压的压力 相当于有8个人压在自己身上 整个过程啊 头晕目眩 呼吸困难 面部肌肉都被拉扯 变形 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流 每分每秒都是煎熬 航天员训练的时候 手边都会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一旦坚持不住 按下这个按钮 训练马上终止 但自从1998年 航天员大队成立以来 我们没有一个航天员 主动按下这个按钮 多年以后 杨立伟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当一件事坚持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实际上就接近成功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航天人的吃苦 不单只经受物质条件的艰苦 更包括克服身体的辛苦 战胜意志的困苦 是求索路上对梦想的笃定和坚守 是困难面前摆折不挠的任性和毅力 在人航天精神的内涵 第二点是特别能战斗 沈州飞船首任总设计师齐发任 十几年来有一个心心念念的愿望 就是要去到在人航天飞船主着陆场 但是由于工作繁忙 年事已高 一直未能成行 直到2013年 沈州十号任务的时候 他终于圆了这个梦 向导问他您想看什么 齐发任说 我想看神舟一号的落点 向导很奇怪 说大家来都是看神舟五号啊 齐发任说 我对神医最有感情 1992年 齐发任出任在人飞船总设计师 那一年他59岁 摆在他面前的是两大难关 第一是人才观 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 社会上流行一句话 叫搞导弹的不如卖茶一弹的 很多人下海了 出国了 人才队伍严重断层 除了五六十岁的老专家 就是没经验的年轻人 人们不免质疑 说这样的队伍能搞飞船吗 第二是技术观 中国搞载人飞船 比美苏晚了近四十年 如果按部就班 还搞一艘跟人家几十年前 一样的飞船 已然不能提振民族自豪感 怎么办 只能从零开始 跨越之发展 瞄准当时最先进的 俄罗斯联盟TM飞船 选择技术难度极高的三舱方案 在一些关键技术上 还要有所超越 一场与困难较量 同时间赛跑的战斗 就此打响 整整七年 气发人带着大伙 像上了发条一样 卯足了劲加班加点 很多年轻的同志 直接把铺盖卷 就搬到了办公室 人员三搬倒 人停机不停 终于攻克了一大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核心技术 进行了大量的可靠性 和安全性实验 预计在1999年11月 发射第一艘 无人实验飞船 但对于这来之不易的 第一次 其他人心里没底 中央也没底 就只是要求说 只要回到中国就行 可千万不要掉到海上去 也不要掉到国外去 1999年11月20日 六时三十分 我国第一艘无人飞船 神舟一号 自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升空 并于次日凌晨成功返回 不仅回到了中国 而且离预定地点 只有十公里 神舟一号的成功 意味着中国航天 用短短七年 走完了发达国家 用三四十年走过的路 更表明 我们的载人航天队伍 是靠得住的队伍 整整十四年之后 七发任终于来到了 位于内蒙古四字王旗的 飞船着陆场 戏老乐呵呵地 让随行人员 给自己拍了张照片 说要留作纪念 身边人忍不住问他 说您为什么 这么多年费尽周折 就是想看神舟一号的落点呢 当时已经八十岁高龄的 七发任只是平静地说 因为神医是从无到有 风险很大 成功了很不容易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代表的是成千上万的 科研人员 默默奋战的无数个日日夜夜 谁说没有硝烟就不是战场 中国航天人的战斗 不是一枪孤勇 不是单打独斗 而是敢打硬仗的勇气 能打胜仗的底气 是团结一心的硬气 是自力更生的志气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给参与东方红一号 卫星任务的老科学家 回信中所指出的 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 这句话写在了 长征五号碧火箭的 发射塔架上 成为新一代航天人的 集体信仰 要想把载人飞船送上太空 绝非易事 能吃苦 能战斗 仅仅是克服困难的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 则需要航天人具备超强的 应变突发情况的能力 与此同时 在这成功的背后 也有无数平凡岗位上 劳动者的默默奉献 他们用自己的汗水与付出 成就了中国的 载人航天事业 取得跨越式的发展 那么 在难以意料的 突发情况出现时 中国航天人 究竟是怎样迎难而上的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背后 又有哪些默默无闻 辛勤奉献的感人事迹呢 载人航天精神内涵的第三点 特别能攻关 刚刚啊我们谈到了 长征五号闭火箭 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首词 整歌银胆九百天 万般磨砺 难尽研 今夜可敢片刻闲 硝烟才散 举谋广寒 何日月又圆 这首词作于2019年12月27日 作者李东 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 总设计师 这一天 备受瞩目的胖母 第三次发射成功 举国欢腾 可没有人知道 李东和他的团队 是如何度过的这九百天 胖母是网友对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昵称 因其体型巨大而得名 直径五米 身长近57米 相当于20层楼高 重量达近900吨 胖母所采用的新技术比例高达95% 而国企惯例是不超过30% 这么大规模的技术创新 为的是实现运载能力 一次性提升2.5倍 把更大更重的飞行器送上太空 2017年7月2日 长征五第二次发射 火箭升空过程非常顺利 天气很好 人们甚至能在地面 用肉眼看到助推器分离 年轻的工程师 都已经开始给老婆发短信 说老婆我马上该回去了 机票已经买好了 可就在第346秒 突然有一个发动机故障 火箭慢慢失去推力 发射失败了 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个故障在之前全部的地面实验中 从没遇到过 怎么办 归零 在航天领域 归零意味着重新开始 地毯式排查 这一查就查了908天 为了找到问题根源 团队重新研制了8台发动机 试车时间13902秒 要知道长五的轻氧发动机 从开始研制的13年里 也不过研制了16台 试车3万多秒 两年半 他们完成了之前13年工作量的一半 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 火箭的发动机相当于人的心脏 要再造心脏 可不是几个人几个团队就能干成的 而是一场技术攻关的全国大联合 像清华北大 北航 北里空 国防科大 中科院 航天科技集团 航天科工集团 航空工业集团 全都加入进来 共同分析联合公关 终于在2019年12月27日 沉寂908天后 胖武王者归来 5 4 3 2 1 加油 当晚李东在自己的朋友圈 发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首词 本来最后一句写的是 今日月正元 想了想 他又改成了 何日 月 又元 5月5日 汉武的兄弟火箭 长征5号B火箭 成功将22吨重的 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 送上太空 正式拉开了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第三部空间站任务的序幕 5 5 4 3 2 1 合 振奋人心的成功 靠的是中国航天人 一次又一次攻关的握心尝胆 一次又一次挑战的 种植成城 而在这条路上 从来不只有鲜花和掌声 更有荆棘和泪水 不只有成功和顺遂 更有失败和挫折 但他们从不放弃 从未退缩 其中的秘诀是什么 答案我们一会儿揭晓 在人航天精神的内涵 第四点是 特别能奉献 有一首歌 歌词是这样写的 我守卫着一条 无名铁路 从春到夏 我陪伴着一趟神秘列车 从秋到冬 我骄傲 我自豪 我是那通天大道的守护神 歌词中的这条无名铁路 是我国目前唯一一条军管铁路 位于中国内蒙古境内的 巴丹吉林沙漠 全长271公里 始建于1958年 由6300名铁道兵 历时500多天 以牺牲120名官兵为代价 铺设而成 我国第一枚导弹 第一颗卫星 第一枚火箭 第一艘神舟飞船 都是由这条铁路运输的 所以人们也把它叫做通天路 通天路上的点号兵 依然在采用人工作业 点号是一个特殊的建制 全长271公里的铁路 每隔10公里设一个点号 每个点号驻扎的官兵 几人到十几人不等 他们一年365天的任务 就是护路 茫茫茫戈壁滩 最低零下34摄氏度 风力最高可达14级 能刮上几天几夜 战士们每天就在这样的环境里 一人一敲一背包 青纱拣修寻道 有一次酷暑作业 一个小战士 站着站着就晕倒了 大伙赶紧把他挪到屋里 用酒精降温 连长问他你想吃啥 小战士迷迷糊糊地说了两个字 血高 副连长背起被子坐上火车 就去了百公里开外的清水镇 批发了几十根冰棍 为了保温 用被子卷着 一路抱回来 战士们坐在铁轨边上就开始吃 一边吃一边乐 再苦再难 战士们也能坚持 最难过的是对家人的亏欠 270点号的战事江思远 服役五年 一次都没有回家过过年 大年初一 战士们过年的独特方式是 喊山 所谓喊山 是去到离点号比较近的 一座比较高的沙山 站在上面向远方大声喊话 有人喊 老婆我想你了 你和孩子要好好的 不要担心我 有人喊 爸妈过年了 你们还好吗 你娃子我在这好着嘞 你们不要操心 我们这儿现在下雪了 家里下着吗 中国载人航天 每一次成功的背后 都有千千万万 像点号兵一样 默默默无闻的 无名英雄 正是他们年复一年的付出 牺牲和奉献 才一次又一次 脱举起火箭升空 神舟飞天 那么问题来了 支撑他们默默奉献的力量 究竟是什么 这里我想讲一个小故事 关于神舟七号的故事 很多人对神器的印象 大概都停留在航天员宅之刚 挥舞国旗的那个经典画面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画面背后的惊魂十分钟 2008年9月27日 是宅之刚 刘伯明和景海鹏 三名航天员 执行神舟七号任务的第三天 按照计划 下午十四十一分 宅之刚率先出舱 并向地面报告 我已出舱 感觉良好 地面上顿时响起掌声和欢呼声 可就在这个时候 意外发生了 飞船里的语音警报突然响起 并不断重复一句话 轨道舱火灾 轨道舱火灾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飞船很可能发生爆炸 意味着航天员很可能回不来了 在这样的时刻 地面飞行控制中心 传来了刘伯明和宅之刚之间的对话 刘伯明说动摇 动摇就是宅之刚 动摇我们继续 宅之刚回答 明白 在巨大的危险面前 我们的航天员想到的 不是自身的安全 不是个人的生命 而是任务 三人临时决定 井海鹏继续操作飞船 刘伯明和宅之刚 打乱实验顺序 抢先把国旗带出舱外 这才出现了全世界所看到的 由上百名中国科技人员一针一线绣成的五星红旗 在太空高高飘扬的画面 后来经排查 之前的火灾警报 是一次仪表误报 返回之后 三名航天员才说出了当时的想法 他们说 如果回不来了 就把这五栋国旗的画面 作为我们的永别 讲到这儿 对于之前的问题 大家可能明白了 是什么支撑着航天员 在魔鬼训练中苦苦坚持 是什么鼓舞着科研人员 常年累月熬战公关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又是什么 让千千万万的航天人 默默奉献 却心甘情愿 是祖国 是中国人心头 最鲜艳的那抹红色 是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中的 爱国主义 这是载人航天精神的核心 也是一切民族精神的核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爱国主义 自国以来就流淌在 中华民族血脉之中 去不掉 打不破 灭不了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 强大精神动力 如今的中国繁荣富强 载人航天事业 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从艰苦岁月中诞生的载人航天精神 却依旧闪耀着它的光芒 中国载人航天一路走来 不仅有鲜花与掌声 也有荆棘与泪水 但正是有载人航天精神的指引 中国航天人才能在一次次的 卧薪尝胆中乘风破浪 在一次次的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 那么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 特别能奉献 这四个特别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究竟有着怎样的发展 对于新时代的年轻人 载人航天精神 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请继续收看特别节目 中国精神第十六集 载人航天精神 那么我们今天学习载人航天历史 讲述载人航天精神 意义在哪呢 这里我想给大家展示一封信 这封信是我们北航的一名硕士三年级的学生写的 他叫王南 他在信里写说 2013年神石上天的时候 我上高二 那堂太空授课是我最美好的一帧记忆 而太空教师王亚平一直是我追梦路上向往的光 我很感动我就去找到了王南 我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对战人航天这么感兴趣的 他很清楚地回答我是在初一 08年 我非常好奇 我说你为什么记这么清楚 是因为什么事吗 他说就是因为神州七号的那次轨道仓火灾 他当时看了航天员的采访 他发现真的有一群人 哪怕自己牺牲了 哪怕永远回不来 也要把五星红旗展示给全世界 也要让全世界看到 中国人迈出了自己的太空第一步 这件事给他的震撼非常大 所以从那以后 每次飞船发射他都很关注 到了13年神州十号太空授课 他已经上高二了 是物理课代表 他就去窜读老师 说能不能让我们看这个直播啊 老师呢也很开明 动员了全年级一起看 他跟我讲当时是上午十点钟准时上课 课前他路过那条走廊 看到整个年级每个班都打开了电视 所有同学都在那儿等着看 他一下子觉得很光荣 自己的这么一个建议 能让这么多人一起抽出四十分钟来听航天员讲课 没准就有些人因为这四十分钟喜欢上航天了呢 有一种把自己的梦想分享成功的自豪感 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 王楠把自己的六个平行志愿的首选专业全都填成了测控 就是为了离航天事业近一点 像王楠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 他们在航天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长大 也愿意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伟大的航天梦想 我想这就是传承的意义所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会见 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事人员代表时所指出的 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 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 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人都要心怀梦想 奋勇拼搏 一步一个脚印 一棒接着一棒 在奋力奔跑和接续奋斗中 成就梦想 而这种传承 也不限于航天事业本身 我是北航的一名司政科教师 航天系统的很多总师 都是北航的校友 像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 王永志 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 七发任 都是北航的第一届毕业生 而我们刚刚提到的 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 李东 也是北航的校友 所以在教学实践中 我们会专门邀请他们回来做讲座 也会安排学生去采访 我们把这种形式叫做 天边不如身边 身教胜于言传 通过近距离接触大师 让学生亲身领略航天人的风采 让航天精神从高高在上 变得触手可及 我记得有一次学生采访七发任 契院士讲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故事 他1933年出生于辽宁 在大连长大 那时候的东北还在日本的统治之下 到了高中 抗美援朝开始了 有很多志愿军伤员 都是从大连码头转移回国内的 七发任要和同学们一起 把伤员从船上抬到医院去抢救 他看到有大量伤员 都是被美军飞机轰炸扫射受伤的 伤情惨不忍睹 所以七发任决心要造飞机 高考三个志愿 他全都填了飞机系 到了后来 由于国家需要 七发任转战航天 中国航天史上的很多个第一 像第一发导弹 第一颗卫星 第一枚火箭 第一艘飞船 都有他的参与 我们有一个学生 采访既然是之后很感慨 他在随笔里写 当这样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 把自己的青春岁月 和你娓娓道来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他也曾经和我们一样青春正当年 而正是因为 他把自己的青春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 才收获了无悔的人生 所以载人航天精神 远不止航天事业本身 他所传达的不单是航天梦 更是报国情 只要给学生种下了这颗种子 无论将来从事哪个行业 他都会化作一种信念 一种追求 影响并贯穿他们的一生 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 已经定格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 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 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 从短期停留到中期驻留 曾经落后于美苏四十年的中国载人航天 已经大踏步迈入空间站的时代 一部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就是中国航天人自力更生 自主创新的创业史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就 充分展示了伟大的中国道路 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 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 航天精神心火相传 报国情怀 更续不断 当青年一代 接下新时代的接力棒 我们有理由相信并期待 中国航天必将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 书写新的精彩 而中国人民也必将同 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共同开创 更加灿烂辉煌的美好未来 谢谢大家